金马蚁后苏奇近日被珠宝品牌宝格丽受邀参与活动 同时安海瑟威、刘一飞等人都被邀请参加 齐利奥在拍摄合照时 苏奇却惨遭坐在旁边的日本女性身心抢位 之后还甚至差点把苏奇挤下台阶 在合照的过程中 日本女性身心悄悄将身体挪动 随后松开肩膀顶在坐在旁边的苏奇 苏奇对此显得颇为无奈 只能松起肩膀 继续在狭窄的空间里保持姿势 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网民们纷纷表示同情苏奇 也称赞她脾气很好 同时也对身心深表不满 在随后的活动中 众多女性和宝格丽总裁在户外合影时 身心更是抢先一步站在宝格丽总裁身边 抢先霸占最佳位置 将苏奇和刘一飞等人挤到了边缘位置 从画面上看 苏奇似乎被迫让位 这一行为再次引发了网民们的愤怒 事件曝光后 身心的行为遭到大批网民的谴责 纷纷怒骂她是心机女 并表示不争不抢的苏奇 依然有今天的地位 所有人的位置并不是挤来的 不过她疑似顶不住网民们的谩骂 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Instagram留言区 事实上 身心只是宝格丽的品牌大使 而苏奇、刘一飞、安海色薇、普利、扬卡、乔普拉 则是宝格丽的全球代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